记者王俊杰竹市报道,新竹市盘池李文雅福德工委员捐赠消防局竹光分队救护车一辆,今天举办启用仪式,市长林志坚也到场参加,并证点保镜又明表示感谢。 林志坚说,文雅福德工捐赠救护车,提高消防员出行效率,将使城市公共安全再提升,他也会继续投入经费添置各式消防装备器材,做消防员最坚强的后盾。 消防局长李世公表示,政府资源虽有限,但名利无穷,感谢盘池李文雅福德工的善性一举,热心回馈社会,消防局将会善用救护资源,守护民众生命安全。 林志坚说,潘石李文雅福德工主委陈立宏与各位员长期协助市政工作,更积极投入社会公益所捐赠的救护车,不仅能使消防人员于执行急救工作时增添一份安全感,也可强化逐势紧急医疗救护网及难救护能力。 林志坚指出,他十分重视消防工作,上任后共投入医,16亿元经费购置云踢车,排烟车,消防警备车及各式抢救装备器材,提升消防战力,做消防员最坚强的后盾,并提升城市公共安全。